请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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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咱们两家啊聚在一起 我觉得也不容易 得今天特别巧 亲家生日 对 咱举杯 祝亲家长命百岁 福寿盐民 是 来 干杯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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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把饺子吃饭 是饭啊 对 是饭吃饭 靳家 你吃这个鱼啊 这个鱼特别好 又嫩又入味儿 妈妈 怎么在家里 还穿着外面的鞋子呀 搞得自己跟客人一样 倒是叔叔阿姨 特别像住了很久的样子啊 震雷 咱家的全家福上哪儿去了 雨晴 你们还不知道啊 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两家也没事 就到那个孔雀城 转悠了一圈 回来之后没两天呢 我就听说 亲家两位就搬过去了 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想着 亲家肯定是爱子心切 不想让孩子为难 就默默地把房子腾出来 给震雷留着结婚 是 是不是 亲家 听说 亲家老两口搬到孔雀城以后啊 这两孩子住着 他连个饭都不会做呀 这实在是我们放心不下的 所以我们就搬过来住戏 对 对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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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吧 爸 妈 这么大的事 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妈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震雷 行啊你 到底是连父母你都容不下了是吧 我说关雨晴 你能不能有一次不曲解我呀 你孝顺就是真孝顺 我孝顺就是另有企图 是吗 那小区我带爸看了 爸亲口说的 适合养老 他非常喜欢 你不信你问问爸 爸你说没说你说 还有 你别忘了 是你自己主动要求搬出去的 没有人逼你 你当时跟爸摆了那股狠劲啊 摆明了就是六亲不认 你就差断绝妇女关系了 你现在怎么还有脸回来呢你 你当然希望 我跟爸妈断绝关系了 是啊 我回来 你就没有办法霸占房子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想孝顺你的岳父岳母 没关系 但你不能把爸妈赶出去吧 你想想郊区那么远 爸妈两眼一抹黑的在哪儿 谁来照顾他们呀 他们怎么办 他们住得惯吗 行 你要这么说 那我赶紧好好说 咱不好跟四江姐姐置气呢 都说养女儿好啊 就像贴心的小棉袄一样 你看看 想得细心又周到 雨晴啊 我知道啊 在关家 你的能力最大 本事最大 要是你实在不放心的话 其实我倒是有个主意 那不如把你父母接过去 跟你一起住 你看亲家们 老跟儿子住在一起 也是会想女儿的呀 阿姨 我爸妈当然可以搬过去跟我住 但我不想他们不明不白地就丢了房子 爸 妈 你们到底想住哪儿 跟我说一声 没有人能挡着你们搬回来 谁 谁丢房子了 孔雀城我们住得挺好的 没什么逼我们搬出来 爸 你 你想清楚再说行不行啊 能不能说句实话呀 只要你不是心甘情愿搬走的 那 你明天就给我搬回来 你别插嘴 家里的事不用你管 真的不用我管是吗 老关 那说的是气话啊 我们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的 那不正是要孩子孝顺的时候呢 怎么能不管呢 再说了 您也不能剥得儿女们孝顺您的权利呀 要是不想给二女儿添麻烦 这不是还有大女儿吗 我听说 大女儿不上班在家是不是 更好有时间来陪陪父母 俗话说 多子多孙多福 您看您多幸福 三个儿女可以轮流住 哪像我们俩呀 只有贝贝一个 走到哪儿都得跟着 是 可不是嘛 把爸妈接过来跟我们住这事呢 我们早就考虑过了 但是呢我们家有我们家实际的困难 主要怪我 我是搞销售的 这每天的这个饭局啊 酒局应酬太多 也不知道几点能回家 所以呢把爸妈接过来住 你想 太影响他们休息了 而且多云你别看平时在家 他其实也特别忙 所以就把老脸的口接过来这事就 就没提 至于震雷这一块 咱前前后后也花了十多万了是吧 没关系 既然你马上要结婚了 这钱就不用还了 就算姐姐姐夫随份子了 大气 行了 其实这顿饭你就吃到这儿了 这还没冻筷子呢 这么多人给我祝寿 我心满意足了 刘世奇 把家里边剩的东西都拿走 咱们准备回困家城了 爸你坐下 听我说完 爸 你能不能有句实话呀 宠儿子不是这么宠的 你的房子都被别人占了 你现在还 我再说一遍 没有人逼我们走 也没有人要占我们的房子 那是我儿子保的一片孝心 我们现在享受着呢 孔雀成我们住的特殊心 不用您操心了 姑奶奶